又要來拆它 我把它拿下來啦 好重啊 對 因為它吸滿了水 這個是七連珠 七顆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顆 你看這根開始壞掉了 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明顯 整個都黃掉 好可惜喔 因為每個都種很久 那根上去以後就黃掉 你看這根剛碰到蛇目就壞掉了 所以就表示呢 它的那個酸化的程度還蠻嚴重的 特別是底部這一層 好 那結論就是你看它現在在漲新根 所以現在是換根的最好事 因為它剛開始成長 所以現在是換板最好的時間 那現在就是把它後面的這個蛇目拆掉 這個是大工程的 因為拆掉很麻煩 因為它的根都盤在裡面 有些會纏進去 那多多少少會損到根 那沒辦法就是損吧 不然怎麼辦呢 就是盡量小心一點把它的拆開來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那你看這個根剛在漲 這個新根就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把它綁上去 有時候新根就會上到板子上去 過一兩個月它就會盤到板子上去 那這個就是未來的希望 好 OK 我們來拆下來 好 拆到板子上去 你看它下面的根部都死掉了 因為它雙化的關係 所以你看它的下面這個地方很容易玻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根部有一些貼近蛇目的地方都出問題了 好 你看這個地方 表層看起來是OK的 但是底層看起來是很不OK的 所以它看起來也不是很難拔下來 可以一片一片的整個拔下來 把這個根部拔下來 那過來就是把這些根部稍微修整一下 看你要不要修整 像我可能就沒有修整 就直接再繼續綁上去 對 然後因為它這個根部死掉 是不會造成它的影響 不過你要把整片拆下來 你看現在長成這樣子 好 非常非常大顆 以前更大顆 就是因為這兩年那個蛇目開始壞掉 你看下面還有一些真菌 這個就是久了以後產生的 你看這個只有菌 這個菌對不對 那可能就要剪掉了 讓它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把它拆下來 拆下來是最重要的 有些還在長根部 這是最好的 因為綁上去以後它就重新開始長 這個是比較好的狀況 OK 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經過一段的小時間 全部脫離下來了 這個就是七連珠 好 你看這個根部 後面是長成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 新的板子上上去就好了 那裡頭有一些小小的 可能要整修的地方 像這個死根 就看你要不要整修 如果沒有整修的話 就直接綁上去也可以 那通常因為這個是連珠 我通常會把它再綁的稍微分散一點 就是不要靠那麼近 靠近的狀況容易不透風 容易把上面的把下面的遮擋住 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點 所以呢 通常呢 我會把它稍微的把它撥開一點 不要那麼密集 那有些根真的是死掉了 就是它的那個舊根 或者是簡單的說是上到蛇木的根 那那個蛇木長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看它拆下來其實沒有什麼根在上面 對不對 有啦還是有斷幾個根 那這個呢 你看就是舊根 然後它上面就死掉了 因為這個已經酸化 所以這個蛇木板已經不能用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啦 那雖然它已經大概幾年時間 這個可能在上面 可能有五年以上的時間了 那但是久了就酸化 酸化以後根就死掉 這個是最大的麻煩點 而且還沒辦法還原 這個是比較糟糕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不太建議種蛇木 OK好我們繼續往下囉 再來就是準備要上這個板 那個通常在板子下會墊一些水草 我的做法是底部墊水草 直接把植株綁上去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比較好的做法 不要蓋過根部 直接墊水草 然後把它放上去 所以下面的水草是屬於保濕保肥的重點 所以用剛新鮮泡完的水草來處理 然後呢 把它墊上去 然後把根部綁上去 好的大功告成 你可以看 這個就綁好的狀況 那其實呢 這一顆呢 因為它下面就是我發現不太能動 就是它的那個 根頸太短 所以呢 還是照圓輪的方式把它綁上去 那這一顆呢 你可以看它的底層就是水草 用水草鋪在上面 然後把它綁上去 拆完根就直接綁上去 那其實 有些人會把它晾乾一下下 那像我是覺得 還好 還好 那因為它以前的舊根就已經有受傷了 所以這個 我就直接把它綁上去 然後先放乾 你可以先不浇水把它放乾一段小時間 那基本上呢 等它根部只要一攀上板子上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最主要是等它的根部要上板 這個需要一段時間做回復 就是它的回復期要一小段時間 那下面那個水草是讓它 那個 保濕跟 增加它的肥分 因為有時候你澆水就澆過去 它肥料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是它保濕當肥分用了 那其實有時候你用木板 有時候你也會發現 有時候木板 如果它長得不好 就表示那個木板有問題 就很明顯 所以其實你要還是要仔細觀察你的 蘭花它的生長狀況 如果有時候不一定木板就沒問題 有時候我看到木板生長不好 就把它換掉 就把那個木板換掉 很有可能是那個木板有問題 有可能是有油脂 或者是有奇怪的物質 或者是怎麼回事都有可能 好 那現在呢 基本上這一顆呢 目前綁上去以後 你看它其實很多的後面的根都爛掉了 尤其是底層 那現在把它綁上去以後 基本上就是讓它重新做生長 這個重新長需要一小段的時間 可能要一年左右 它才會 根部才會重新的放上去 所以新年其實就是長根 長葉的時間 讓它重新開始長根長葉 那通常拆下來以後 它第一年會比較弱一點 第一年會比較弱一點 因為畢竟有傷到它的根系 就會長得比較慢 成長狀況會比較差一點 那所以呢 基本上 拆根真的是這種拆板 真的是非不得已的狀態 沒辦法 因為它的狀況就是真的不好 不好 我們就把它拆掉 重新開始 那到時候你放在上面 你都不動它 你會越來越慘 然後越來越小顆 然後狀況越來越不好 這個就是 因為它的根部有出很大的問題 那根部的黃化還蠻常見的 就是它的材質只要出問題 根部就可能黃化 或者是有一種狀況是被 增菌類的咬 增菌類的咬 也有可能 所以這兩種狀況都有可能會產生 你的根部出問題 所以在注意根部的時候 通常還是要特別 通常還是建議特別的注意一下下 因為尤其是 用比較久的材質 比較容易出現那種黃化 酸化 或者是 這種長不好的狀況 大部分就是根部有很大的問題點 那有時候也不是疾病造成的 就是那個材質 很多的藍花 或者是很多的植物 它的根部 其實需要某一些的PH值 某一些PH值 那個PH值太遠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出現 開始衰敗的狀態 所以剛才那個狀況 你看那個蛇目狀況 就很明顯是有衰敗的狀態 就是出現這樣子 那當然 今年就是把它換個板 換很貴的板 後面那個是橡木板 我很喜歡的板 然後像這一顆也是換橡木板 這一顆也是換橡木板 這兩顆 這一顆的水草比較少一點 這一顆水草用比較多一點 那等它開始 它現在已經有 你看它是肌部開始有長根對不對 它其實這時候剛好根就可以直接上去 過一陣子你會發現它根就會攀到那個板子上去 這個是最好的狀態 就是你不需要額外再去做 吹根的動作 因為其實根比較容易長的時候是在春秋 春秋這個季節 那為什麼現在才換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之前有開花 所以它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現在才換 所以最好的換的季節也是春天 因為那時候開始長根 長根的季節其實是比較好做移動的時候 這時候的狀況會比較好一點 好OK這個就是換板 基本上就是重新上一個新的板給它 那希望它明年開的更好一點 因為吃蛇目這兩年我覺得開的沒那麼好 主要還是以這個蛇目為最大的問題點 蛇目造成它的根系的死亡 這個是最麻煩的現象 就是你會發現它就是越長越差 葉子越長越不好 然後它的根系越長越不好 這個就是你就很明顯會發現到 這個其實就是它的根部出問題 葉子沒問題 那就是根 所以根通常要特別的注意一下下 這個如果你根部有出問題的話 可能就是材質的問題 不管是扇板或是盆子 都可能是材質的問題 好感謝你的收看 今天幫它移盆 那就是長這樣子 那拆呢其實因為我沒辦法拍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就有一隻手 所以沒辦法拍 那不過其實你只要仔細的 稍微的撥一下 因為它根系已經大部分都已經沒有在蛇目裡頭 後面稍微撥一下就可以下來了 那有人會問他說 如果有那個進去到裡頭的根呢 盡量拆 拆斷了就算了 對斷了就斷了 不然也沒辦法 那盡量減少受傷 就這樣子 那如果能減少就減少 那其實這個出口的時候 他們把全部根都減掉 對如果你在出口的時候 他們有些到國外會拆根 把它全部拆掉 然後再重新種 有些甚至會把它剪的短短 所以蘭花其實是還蠻耐命的 剪的短短的到原產地再重種還是活的回來 好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見 拜拜